为什么我这一天没说鼠头鸭脖这个事呢 因为熟悉我的人都知道 我最害怕的东西就是死耗子 你看这是17年网上说 用你最害怕的东西来给自己取名一个超级英雄 你是什么侠 我说就是死耗子侠 所以这几天你们玩命 按照我那个真是把我恶心坏了 除了害怕还有个原因 就是我没有拿到那个东西 我没有亲眼看到 我只是看到视频 看到图片 所以呢 我一说东西呢 很多人就觉得好像是 小量都说了 什么赚纳的 那肯定是 好多人就是都盼着我去说两句 所以我就更在谨慎 那我就一直在等这个新的证据 或者新的处理结果 如果是直接调查出来就是老鼠头 那我就不说了 但是等了几天也没有出现什么新的 然后还有一堆人在这个 已经开始这个道德绑架我 在那评论里边就开始阴言怪气了 说他战略亮是个大V 他怎么能替老百姓说话呢 什么赚纳的 就让我看着很烦 所以我就不得不说两句了 但是我也只说我的这个看法啊 我说的也不是定论 我心里也没谱 如果光看目前的视频和照片 那我觉得就是老鼠头 因为他该有眼睛的地方 有眼睛啊 该长胡须的地方长胡须 上门尺下门尺 包括那个下颌骨那一条都符合 因为压脖是没有在侧面有那么长一溜的骨头的 但如果解释成老鼠的下颌骨就很合理 而且你看把它夹起来的时候 那个骨头是向两边分叉的 这也符合下颌骨 你摸摸你自己那下颌 就是下颌那块是一整块 然后往后呢是左一溜右一溜 中间舌头那块是空的 没骨头 那他符合老鼠头的同时 还有很多点不符合压脖 一个是他太细了 比筷子头粗不到多少 我是没吃过这么细的鸭脖 还有就是这毛太怪了 鸭脖一般是扒了皮的 不可能有毛 就算是带皮的鸭脖 它一般也没毛 有毛也是羽毛或者绒毛 都是有分支的 它不是这样细丝的 我找到一个做带皮鸭脖的视频 你看它做好之后 它是有点跟鸡皮似的 有点那个鸡皮疙瘩 但是它没有毛 而且我身边的朋友 很多都是动物学的 或者是古生物学的 天天不是跟活的小鼠打交道 就是跟这些耗子骨头打交道 我看有一个解剖了 几百个老鼠的人 说这肯定是耗子 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的观点 我们的观点就一定对吗 不一定 比如有人拍一这视频 说你看这是鸭脖 这看着就像老鼠头 像牙子那个 是它的脖子里的筋 但是这视频也没头没尾 万一那所谓的筋 使它插进去了 这样的视频一多了 就越弄越乱 谁说不清楚 官方如果想辟谣 就得说清楚 像鼠牙的其实是什么 有没有你官方现场 拍的这种检测视频 你们拿筷子碰了一下那牙 发现那牙是软的 那它肯定就不是牙 那个毛是什么 也给出你们考证的过程 如果说反复确认 认为是鸭脖 那你们得告诉我们 这反复确认的内容是什么 如果证据够硬 大家会接受的 对吧 它就是这么个鸭脖 就是长得像老鼠头了 我们的所有疑问 你这都解答的无懈可击 大伙也服 也算长知识了 结果说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对比那个异物 按理说看到的就是异物本身 但是新闻图片里显示 他们看的又是图片 你到底是看没看到实物 有没有被调包的情况 都不知道 然后就来一句施牙脖 还让当时的学生也出面说 看错了施牙脖 这都没用 这都不叫辟谣 所以为什么有的辟谣 没起到效果 就是因为它跟所谓的谣言 它付出的努力不成正比 传闻本身是有视频 有图片 有文字 有细节 大伙等辟谣 结果就一句 警察是谣言 那你怎么打得过对方呢 我们搞科普的也经常有这问题 有人文章就老写 说众所周知 什么什么什么 显而易见 什么什么 其实很多知识不是众所周知的 只是你这个小圈子知道 你让大众一看 人就不乐意 所以如果你的东西面对的是所有人 你就得让所有人都明白 都服 契谣呢 往往也是知识传播 跟我们做的工作是差不多的 如果这一点做不好 那不如不做 可能事还小点 所以我也在等进一步的信息 我看看到底是什么 因为这么斩钉截铁的说 是鸭脖弄的 我都有点不敢相信自己了 我现在越活越怂了 其实我也不站边 咱就看道理 我也期待更多的信息出来 无人 哇 小